本家人管理所今年第一場 孫仔台南冰海岸平定塔 卡定 基本2023集點萬里 岸平平安300人遨遊雙塔 主行車瓦東 以一路雙塔岸平定塔 和國性港頂塔的行程導入濱海風光 生態、宗教、嚴定、文化 本處瓦東開放報名不到一百萬元 由高通部觀光局、航空時 文家南管理處、台南市政府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丁副部會西所合作 文家南管理處長陳立川表時 今天我們借由我們台南 要有一個安平燈塔跟國政燈塔 我也稱為台南雙塔 但是這個挑戰跟全國幾百公里不太一樣 我們這次的活動主要是 跟台南市政府 還有跟台江國家公園合作 我們希望遊客來到這個地方 是走走停停 腳踏車自由的漫遊的旅行 然後歡迎遊客利用這樣一個 我們所規劃的路線 可以到我們沿途會經過大眾廟 沿途會經過台江國家公園 沿途也會經過天后宮 還有聖母廟 都可以到這個裡面去體驗一下 文化、生態的這樣一個解說 或者是導覽的這樣一個行為 那一天27點多公里 其實騎到國政燈塔 是一個非常輕鬆的慢行 所以這裡面文化、生態 現在還可以看到一些夏季候鳥的 這個流鳥的這個部分 我們今年也特別跟在我們的聖母廟 這個路爾門聖母廟 做了一個叫做中繼點 設置了一個所謂的休息的區塊 也歡迎遊客來到這個地方 除了體驗這個有關導覽解說 文化旅行之外 更以休閒的這個心態 來從事 來進行這個自行車的這樣的旅遊 那我們終點會在我們國政燈塔 那我們今天為了要吸引大家 能夠去到不同的地點去旅遊 慢慢騎慢慢玩 我們也設了很多的打卡點 今天從今天開始一直到6月 我們也不是只有今天這個活動而已 讓大家在6月這一段期間 在我們所設的打卡點 只要你去收集好了之後 我們就有非常不錯的 這樣一個自行車旅遊的贈品存在 這也是我們推動自行車 就是希望它變成是一個觀光旅行 而不只是一個體能的這樣一個訓練 我想這是今天我們主要的目的 歡迎大家也感謝大家 今天有300位車友 這個呢幾乎是秒殺報名 那當然如果沒有報名成功的 我們6月18號 還有在我們北門遊客中心 要騎到國政燈塔的這一梯 也歡迎大家利用自行車 讓我們這個地方體驗一下 不同的生態旅遊 文化南管理處 為國電觀光效率 推出審保地圖 請到暗渡所謂 完成集贓任務 就可以在這環保PRO3 運動水壺 百元集積建 還可以投單車 今年別別在鹿尾門信武廟 整月中的祭戰休息區 除了串連減味浪潮 減量荷物 百相特色商品 開啟快閃電 還要讓廟來文物導覽改水 在5月21日 還可以參加 練在鹿尾門 月老千兩元 521我愛儀 未婚聯誼活動 今年也大新幾月 很多的親主活動 讓這支520單車 持有全萬個幸福 出發 到訪集積點國姓港 登塔 還可以在重點國姓港 登塔打卡 平安平安 紀念版 旁邊的 集積遊童 到後地 全萬希望的名勝費 我們騎雙塔車友 可以立場 獨家紀念獎牌 和完期證書 以上是 十八問的新聞網報道